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 继续回来GV7 今天就可以做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 之前那一集就考考超级价照的东西 有点热 今天稍微游限一点 刚刚就存了三部老爷车 欧洲骨董小型车 还有它叫法 我们叫开的应该叫古典车 即是古董车 它就叫骨董车 是不是台湾语会语作骨董 Loka 讲故事了 有券 都是一粒星 解锁菜道 讲来听下 顺便看看动画 放松一下 现在应该是第三关 咖啡馆 咖啡厅 一有听人说就online应该要去到第九关 第九关 mini 19世纪末 20世纪 量产模式才变常规 专为量产 代表所有人都可以买到车 啊 2000年之后 接着就新一关 它刚刚开的 这个 前三名 原来片头的三名水手动画是哪一张 超漂亮的 其实 以往只是被人拍照的那些 那些地方 它真的弄在赛道上 之前官方宣传片 show 这套赛道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很漂亮的了 感标赛包含两场以上比赛 即是算总分那些 中途不能转车 分明够高就可以拿新车 看看 只是道路车 看看还有没有哪一部屈机 刚才试过 开了部电车 接着然后GTO自己都开过的了 但是 以现在来说 它要道路车 都是开回GTO 即是有得转一下波 好玩点 我自己觉得 你好你好 日本出生直到12岁 一百年 C位 即是它有份 是的 没错了 之前所有 参加过 FIA比赛的那些玩家 其实都是会在今集出现的 假设你刚好 是他们那么高水准的 那么高水平的选手的话 那你就可以成为这个作品 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担任一个角色 不过就要听回 比较熟一点点 因为有个都是香港的 我们都知道 他也有说到 其实 只是知道加入Game 但是不知道 其实里面是会说什么对白 是的 就是你 你安心踩壁 哈哈 说实话 会不会有无碰撞奖励 我刚才有没有撞到 不管了 先当着没有先 试一下不要撞 看看有没有奖励 是 我也知道 玩这么高速的场 然后自己开一部快车 就是误人是不对的 但是这些 就是 正正是大家 我们小时候玩GT 经常会做的东西来的 就是做这东西都非常有童年的感觉 哈哈 尤其是以前小时候 你不要说什么开不开车 直接你改车都不会改 然后你只会改一部 不停加马力 你会以为 改进了马力 然后其他东西因为你不懂 你不明白 什么都买最贵 然后加满了马力 然后车很快 然后就以为这样就赢到 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想 但是偏偏就有很多 就是叫做 初级和中级的赛事 又真是你可以改爆部车 然后就算你不懂得玩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赢得到 特别是以前 当你真是最小过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那时候你可能是 连煞车都不懂 是啊 然后你就会不停 就这样踩油门 然后你那个加速很快 然后不停过AI 以前基本上小过 我想由我六七岁左右 那时候 那时候 就是之前 六七岁之前的日子 我是完全没有一个概念 没有想过 玩这些赛车game是需要杀制的 以前小过 不如可以讲讲大家 那个叫做 开始有 要杀车的这个概念 是多少岁开始 我记得我是在七岁前的 因为刚刚就小学 然后小学一年级 然后就开始 开始 对 开始有玩一只game 那只game P1那只来 那只还斑最速传说 对了 我由那只先开始 有杀车这个想法 然后就开始试一下 那时候GT1也有推出的 然后 我GT1那时候还跟我 我姐姐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和她玩的 那时候 那个朋友 已经是大人 他懂得杀车 有车牌 等等 然后我只选一部快车 然后不停 踩实有门 真的有灵士固 灵士固 对了 的奖励 正 然后那时候 我只踩实有门 然后我赢了她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 我觉得她应该都会觉得很无奈 就是输马力 她就是 然后 就是去到六七岁左右开始 然后 第一次开始 有杀车去转弯 然后 那时候我都不觉得是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的想法 杀车就是慢 但是 实际上我去看时间 咦? 用的时间 少了 慢慢慢慢就开始 有这个行为出现了 直到 因为就是靠GT 对了 越来越多些 口牌的东西 是啊 小小过 就已经被她的口牌洗了 这段音乐仔 不会有版权的 真是 咦?下雨? 哎呀 早知我应该买一条雨胎先 怕不怕的 如果我没有雨胎 不知道够不够做 起码 就是我马力肯定大先 只要不炒车应该没事的 不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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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 GD2 那时候 都叫做 還有一部 呃... Suzuki的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部 红色Suzuki 是 原本是用来跑 Wari 然后 那一集呢 你可以买它 然后 所有赛事 都可以用 大部分 不是所有 接着 第二集里面 只要有那部车 你已经... 可以称霸了整个游戏 整个游戏 整个游戏 里面 只要有5% 的赛事 它是玩不到 但其餘的全部 它都可以玩到 整个游戏 因为那部车 加速很快 你可以改到它 好像原装 已经是900多匹 好像是 995 好像是 不断上一下 然后 呃... 它还可以 还可以再加 我不记得加速有多少 那时候 为什么要说这部车呢 除了它屈机之外 你还可以 呵 好像我一开始小小的说 完全你不用刹车 我试过玩很多场 我直接连方向都不用按 我只能按住 煞车 不是... 只能按住油門 完全又不用转方向 它自己会 衝完牆 靠撞牆反弹 然后转彎 哈哈 哈哈 那时候都可以 你只给油 已经可以 贏到很多比赛 很多比赛 那时候 那部车 又是又是 成为了 那一期的屈机车 哈哈 后来GD3 GD4 都有的 那... 去到GD3 的时候 就弱化了 呃... 它不能... 叫做... 隨便 给你用其他 赛事 喂? 那也有零事故 就是我撞牆是不算的 總排名第一名 那都万多元 那些钱不是很难赚 总排名奖励 三选一 哦? 那都中DC? 啊... 刚好我就是最想要的 这三部 哈哈 哈哈 嗯? 是不是买车的 那个? 开张营业 是的... 买新车的那个 哦... 终于解锁了 06 又是前置车 就是FF 我 我的收藏 刚刚已经拿了一部 还有那两部... 不是... 刚才有抽那两部 是啊... 前置引擎 前轮驱动 我真的很喜欢他这段动画仔 拍得会有feel 啊... 然后令到你个人很放松啊 所以呢... 什么时候都说山内是一个... 一个摄影师来的 是的... 一个摄影家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游戏制作者 就是游戏制作啊 和... 诶... 乐场赛车这两样都是... 枯叶来的 他正职应该是一个摄影师 呵... 看下啦 那... 今集就... 是啦... 做完这件事啦 哦... Forg GT 原来不用按按按针的 它会自己... 呵... 背景音樂我相信應該也有版權 所以我應該會剩下音 然後我自己播其他歌吧 如果他真的可以好像以前的Test Drive 這樣呢 暗一個人出來 然後人走那間商店的話 那就好正啦 但我相信他應該不會這樣做的 對啦 新車那些 看看 有沒有86 雖然應該是新86的 對啦 新的那一堆 然後舊的那些就在二手車 都對的 這樣分開 如果是新車應該是10代那些了 如果是30的話 Final Edition 有空順呢 有空順呢 應該是放在二手車上 邀請 什麼來的 對啦 限定期間有特殊車輛 What 喔 三百多萬 我頂著那時候宣傳片那部VGT就是這部了 我記得我在澳門那間霸伴那裡 是有他那部模型車買的 然後有什麼 有這隻色和藍色 是漂亮的 是潤的 但是很貴 老伯特 老伯特 跑車極端 好 膽氣 說到尾就是 都是貴的啦 簡單點就是 可以在這裏買太 然後可以輕量化 GTO我改不改好呢 可以改賽車 極端 有半雨泰 新引擎 看看有什麼 有什麼分別 我先 我只是 我只是rebuild而已 我頂 我以為這個是直接給你買另外一副引擎換 新車新這個也是rebuild 四輪設計控制器 但是沒得買 是不是代表其他車可以改四輪 是不是這個意思 真的好似fossa 我只是把東西分級別 OK OK 輕量化有第四階段 以前那麼多集數呢 他的輕量化都是 有些車只有一兩階段 大部分車只有三階 他現在有四階 好似的 今集是這麼多先 然後我自己去 做完他的咖啡任務 應該會做完九級先 即是過了九關先的 然後開網上那些東西 如果你捱到這裏 你依然想繼續支持我的話 你有福了 因為 因為應該下一集 我有個特別安排的 但在這裏就保密先 期待下一集 總之就下集見啦 對啦 是 怎麼辦 不能結婚 泳 怎麼 姑 jerk 嚏